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厲害了 這個MIRROR事件 最新的消息 分分鐘都是假消息 因為原來有些報章 再次去誤報 之前沒有一個第二傷者 除了阿Mo之外還有一封 就說他出了院 誰知道被教育界的代表 一個叫做貓貓校監的教育界QL 就踢爆 代為發聲 就說他還沒出院 好像想把事情講小一點 不是吧 他沒有出院 他是轉了院去另一間留意 把事情講小了 就被人踢爆了 這件事就好 鏡粉亦都聯署聲明 聯署就說 你公司要什麼 急勾待事件 就不是說互相推卸責任 PRO好像做得不太好 他就打算PRO有事做了 誰知道做了之後 我告訴你 紙也包不住火 是吧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我們的資料搜集再討論 不問及Playtron 無廣告 跟大家研究一下 看報紙 首先說回阿Mo的傷勢 然後交代阿楓的情況 然後說阿花姐 再到警署貼助調查 搞這麼多事 當然有你份 他要連續去兩次的 你想想多重要 先說回阿Mo的情況 仍然是危桌 手術後第五天 仍然危桌 仍然是昏迷的 情況說穩定 希望未來數日有改善 現在是插喉 插喉昏迷 頸椎傷勢 穩定 不過你報紙的東西都很難信 是啊 不是你出了院 說他出了院 轉過頭 說被人踢爆 說沒出到院 都夠膽死的 你現在報紙的東西 寫下去就穩定了 這麼穩定 連昏迷五天都可以寫得這麼穩定 你比起其他事件 你說情況危桌 昏迷五天未騷醒 令人擔憂 你可以這樣寫 他不是 他說插喉昏迷 頸椎傷勢 基本已穩定下來 感覺上好像有些 向好方面 但是 真的令人擔憂 不排除將會再做手術 一個人可不可以不斷昏迷 不斷落藥昏迷 可以不可以 對手手腳的器官 各樣 是啊 禮拜五完成大手術 今天幾日 今天三日 五天 身體狀況是虛弱 但情況未有進一步惡化 各項維生指數 包括呼吸血壓都穩定 就決定下一步治療 不排除情況有好轉 再做手術 這樣說 真的很令人擔心 現在 幸好 其實阿孟 阿孟 阿孟 是年輕 未來幾個星期 至一個月 自我修復期 來的 受損機能 可以改善空間 可以有改善空間 說這些報紙都寫得很穩定 報紙的事情 能不能夠盡信呢 因為 正所謂的第二傷者 竟然 誤報說出了院 夠膽死 受傷第二位 就是第二位傷者 阿孟 實情 是轉了第二間醫院留醫 家屬 就發放詳情 以正視聽 是吧 你說得好像他沒事一樣 現在報紙說 不要出院了 大家就關注一個 阿孟還在醫院 對啊 對啊 仍在伊麗莎白醫院 留意ICU 阿孟 有人說他出院 不過有位叫女校長 人稱貓貓校監 貼文說 喂 沒有出院 代為發聲 因為他的KOL 就多人看 多人知道 8月1日 傷者家人證實 阿孟並未出院 哎 這樣的 鑑於傳媒網絡報道 多次形容武者 張子豐為輕傷出院 誤導 誤導成份 是嗎 有的 如果他沒有這篇文章出來 今晚呂校長會按家人議員 詳細講述 以正視聽 網友紛紛留言追問 阿呂校長回應 我也需要少少時間 整理你手上的資料 而且他太太自己也會說幾句 嗯 那 以正視聽 這些真是 離譜 嗯 你說 報紙 我也是讀報紙 報紙也有假新聞 這件事特別多假新聞 我告訴你 是啊 所以 你記不記得 從那晚發生到事 我跟你說 嘩 那些謠言滿天飛 謠言滿天飛 我們看到謠言在Facebook上 是啊 但是你說在主流媒體上 多篇報章是離譜 唉 紛紛炒車 真是 真是慘 你現在是抄一個抄一個 還是有人給了一個方向你這樣寫 淡化事件 嗯 你沒理由 不出院說出院 那究竟這個校長 是什麼人來的呢 那無端端為什麼會幫忙說呢 那究竟他信不信得過呢 嗯 他呢 曾經阿斐姐 在生的時候 就說他這個人 最乖是你的 嗯 他說這個女校長叫貓貓校監 幫手踢爆呢 他其實這個人就是 教育界KOL 說他呢 中學畢業之後就讀 這個公共行政管理 有讀過一些教育 擔任過現代教育的補習老師 2015年就沒有做 接著就做幼稚園的校監 他說學校的口碑很好 很好的 很好的 主打零功課壓力 對別人的子女也是好的 嗯 有很多名人子女就去他那家裡讀 是的 就連許冠傑的孫 許冠傑的孫 也是光顧他的當事 這樣 他推廣尖子教育 就是教職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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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過電台 他算是媒體人 匪姐當年跟他一起做過事 他當時負責了一個廣告美子 匪姐每個人都被他剷到上天花板 匪姐也罵人 唯獨是沒有罵他 他說這裡最乖是你的 用心來做事 每個人似熟賣熟 他說 Kat 你要記住人生有高低起伏 平時一定要做足200分 因為你低潮的時候 你會比平時做得差 得分會比較少 但是我們這樣的人 怎樣低分也好 一定高過100分 我們就用150分去贏別人 我永遠都是高分那個 還有 你看看我罵人好像不用本 因為錯就要馬上指證 這樣才可以保證出來的效果是優質 千萬不要指鹿為馬 得過且過 騙到人你騙不到自己 這個就是匪姐和這個 踢爆 有些傳媒說 第二個傷者已經出院了 叫做貓貓校監 他去幫忙以正視聽 他也是一個信得過的人 他不是隨便一個MK妹在那裡說 是 如果別人家屬都證實了這個消息 說出來 這件事真的要糾正一下 不要一會兒都以為他 那個阿楓不是出院嗎 是嗎 同時有什麼事件發生呢 經理人花姐 再到警署下口供 他不是第一次了 第二次了 其實 如果你沒有責任 要純粹問問一下你 一次就算了 為什麼問完一次就一次 這樣 有人說他不是監製委 他未必是份量 不過你說不對 讓我來坐 他全程坐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報紙的東西都可信 又不可信 但是聽回來 就說第三場 阿花姐已經是坐過監製委 聽回來就是 或者可能 我們的節目都很多人聽 我們搜集很多證據 阿sir聽了 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說謊 或者怎樣 你究竟是還是不是 問清楚一點 好 問清楚一點 好 因為有些 有些 理性的粉絲 他說這些 叫做 common sense 都知道 個個都有份 個個都說 有責任 怎麼會 好像現在的報紙 依然 在炒什麼新聞 炒什麼 說 之前不是打大魔王阿Fran九 是 阿Fran九 曾經得罪鄭壽文 說 演唱會的時候 那時候 鄭壽文演唱會 不記得按那個 不記得按那個 音樂 又說 喂 監製沒有音樂 這樣 就是說鄭壽文也罵他 你寫這些做什麼 你又不寫阿花姐以前 被人說老虎狗 是不是 老實說 你鄭壽文和他 之前幾十年前的東西 那你代表這個監製 在那一刻 他不記得按音樂 你就寫大他 是 又還在做阿Fran九 那很簡單 Fran九 關不關事 可能他也有份 你說台上的危險 可能他也有份 那過晚誰拿旗 我又不見有人說 阿花姐什麼什麼 這些事情 很難說 不過 冬一斤西一斤 我看都是這樣 鏡粉也看都是這樣 但這封鏡粉的聯署 聲明聯署的信件 就不是真的 一份報紙都敢賣 香港頭條日報 有燈 幾份報紙沒有燈 MIRROR演唱會事件後 鏡粉公開信 關心十二指及商者 速各公司交代 不要互相推卸責任 只得頭條日報賣 哎呀 哎呀 真的 真的厲害 現在這樣 老實說 上次阿Fran九出來公開 有人說他潛了水 著了草 有些粉絲聽了我講 他說 是呀 我看到大公報有報 阿Fran九發聲明 出來了 有 香港01都有 有些報紙之前說他著了草 有些雜誌說他著了草 他沒有說Fran九出來公開聲明 說自己不辨說話 有些人只看某些報紙 還停留著 他大魔王 你穿了草 所以人的東西 看報紙就看很多份 要不是你追一份 那個版本 跟你追那麼多份的版本 你是要拼湊資料 然後再用你個人的思維去想 有些就聰明了 不過也不是紛紛報出來 粉絲就寫了聯署信件 一群鏡粉的公開信 他們就說到 那件意外令他們心情沉重 悲痛難過 而他們相信 在輿論和事實的後續消息面前 感到異常的矛盾是 不只是鏡粉 我們知道MIRROR一直是輿論的焦點 不希望自己的行為 影響各位成員此刻的心情 然而身為粉絲 我們就好像有些東西啃著頸 他這樣說 因為 一 我們關心鏡十二子 和他們身邊努力的演出工作者 亦非常關心事件中傷者的情況 十二子沒有出過聲的 有人交代過自己沒事 雙姐的情況 一個很穩定地昏迷 你在傳媒上 沒錯 很穩定地長期昏迷 有一個 有一個沒有出院就說出了院 轉院留醫就說輕傷出院 他關心媒體的 第二點 他就是我們對於 MARCAVELLY的活動安排 籌辦 以及事故後 各種攝氏單位的處理手法 感到難以接受 難以理解 難以理解 這樣 其實我們雖然人微現輕 但保護十二子安全 保護所有舞台表演者的安全 實在是香港 樂壇文化發展首要條件 因此 在給予表演者休息空間的同時 我們也希望各機構理解 公眾對舞台安全的關注 我們希望以鏡粉的身份 就以下數項持續關注事件 一 除了因事件進入法律程序 不可交代的細節以外 那間公司Market Value 是需要正式向大眾交代 因事故受傷表演者的身心支援 以及保障其生計的具體方案 即是他們想知道這班人停工 他們現在怎樣 怎樣溫食 他們要求 PCCW Limited 和Market Value 大國文化承諾 制定具體方案 改善其下全職及合約藝人 與員工在工作上的福利和保障 包括 所有員工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為他們添買保險 確保他們將來的演出和活動 都有安全的場地環境 和足夠的勞工保障 第三 他要求政府相關部門 承諾改善康民署核下大型表演場所 包括香港體育館和伊莉莎白體育館 大型表演舞台的遭用管理 審批程序系統性問題 他根本保障表演者和市民的安危 協助業界發展 防止有同類型悲劇事故發生 第四 他們要求時次演唱會舞台之攝氏公司 包括不限於藝能、協興隆 主動承擔工程、技術、監管失誤的責任 停止互相推卸 就是這樣的 他覺得整件事是 這個又說不關自己的事 反而最後那件事我覺得是必要 是的 我們經常都說這些事 哪有得射得這麼完美呢 你很好笑的 你現在整件事最大責任 一定是掛上去的那個 以及那些公司 那些傳媒經常去做個朋友 說他之前和鄭秀文 鄭秀文都說過他 說監製的音樂組還沒到 鄭秀文發聲了沒有 那你在做他這件事 我不是說他沒有責任 那責任你有分次有主 他將那個責任轉移到好像很關他事 那究竟那個Friend狗 就是這樣說 在暫時這一刻 我們看不到任何資訊 也是關於他 是跟那個電視機 所謂的panel 他掛上去有關係的 是直接的關係 沒有啊 他監製 不是他親手掛上去那個 你是不是打大老虎 好嗎 但是暫時 如果你說 可能事後看到其他消息 說到原來是他 那我就不知道 這些 但是在目前 這麼多新聞的報道裡面 他是一個監製 那些網友在說 他說 很有趣 那些人每個都在扮神探 在抓一個人出來做兇手 去看看Aura 很明顯 是常識來的 每個都有關係 上次噴那些殺蟲劑 連製作殺蟲劑那間幕後公司 沒有份來 因為他有份製作 也有份賠償 那你想想 這班人全部 都責無旁貸 所以說 你看到那些傳媒的方向 想救些什麼 怎樣推卸某些責任 其實大家想想一個故事 你不要說Mira這件事 說得很快 就是可能某一個show 突然有一個show 有一個水晶球吊著 突然有一個人 可能在開show前 打算弄壞 他割了他一點點 接著一開show 就掉下來 好像死神來鳥那些 那你猜 那責任是誰屬呢 場地保持保安 所有關府 這些裝飾的人員 有沒有份呢 全部都有的 如果你用這件事去討論的時候 那為什麼可以找到其中一個出來 就說他要攬上去 這些道理是想不通的 哈哈 想得通 我當然明白 你懂得想就想得通 我不是說他沒有份 不過你說 他既然在這裏 他也說他會承擔所有的責任 如果他那部份 但是你明白 一隻手指怎會拍得響 何況一隻手 那花姐再接受調查 看看調查到什麼回來 沒錯 今集就先講到這裏 下集再跟大家討論其他的娛樂事件 有些很嚴重 拜拜